聖書給大家平安 謝謝主的恩典讓我們 其實下午可以繼續在會堂一起來 敬拜神學習神的道理 當我們重新回到教會來聚會的時候 我們也會漸漸的習慣 因為我們可以一起唱詩禱告 在會堂裡面一起來學習道理 這跟在家裡 我們在單獨的環境下是不一樣的 我們每個教會當能夠重新聚會的時候 都看到弟兄姊妹這樣熱切聚會 敬拜神的信心 是主耶穌的恩典 今天早上在伊麗莎白教會 也是有很多弟兄姊妹 他們已經都回到教會來聚會 已經很習慣 再重新回到過去我們可以團契在一起 互相溝通見面 然後祷告唱師的生活 所以每一週每一週我們也都會 弟兄姊妹調整自己的生活 重新到會堂聚集 這是遵照主的吩咐 相信主的恩典一定跟我們同在 小弟現在奉主耶穌聖明來談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我們現在請看尼西米記第四章 尼西米記第四章 尼西米記第四章十七節 修造城牆的、扛台材料的 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尼西米記第四章十七節 修造城牆的、扛台材料的 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這是聖經裡面記載神的選民 他們在重建城牆的過程當中 遇到阻擋他們所採取的策略 是神的百姓在重建城牆的時候 他們遇到阻擋所採取的對策了 因為當神動工、激勵百姓 統心合一在建造城牆的時候 敵人也在阻擋、魔鬼也在破壞 神動工在先 當神在做工的時候 魔鬼也就是在重中破壞的 這就是魔鬼為什麼是很惡的原因呢 他就是看不得神的百姓好 就是不願意神的國度興旺 他就是不願意人親近神 所以當我們有這個心的時候 這個魔鬼他就會找機會破壞攻擊 所以我們昨天談到 一起來建造城牆 這是神的工作 那這個建造是全民一起動員 大家一起參與的 那每一個人都參與工作 都有一個責任區要負責完成的 所以一段一段的接起來的 那通常都是對著自己的房屋建造 所以你如果住在這個地區 你就負責就是你前面這一段 那他們通常這個分段的那個標 那個地標都是那個城門 所以也有人專門負責要修造城門的 因為城門很重要 就這樣子每一個人都參與 每一個人都盡責任去把這個城牆 把它修好 把城門重新建造 我們現在看第四章第一節 當修好之後 修好之後 參巴拉第一節 聽見我們修造城牆 就發怒大大的腦混 始效猶大人 你看這個參巴拉在第二章的時候就出現的 當時候有權利的人 那他就是聽到有人要為耶路撒冷的百姓求好處就很生氣 那他的一開始是破壞主黨 現在看到這個城牆已經建起來了之後 鐵山現在採另外一個策略 他會縮效他們 而且呢還是聯絡所有的敵人在一起 聯盟 你看第二節 對他的弟兄 他跟馬利亞軍兵說 你看這些人在做什麼 我們看第二節 他一連問了五個問題 都是你們是要做這個嗎 做這個嗎 這些軟弱有到人做什麼 他們要把握自己嗎 他們建這個城牆是要獻祭嗎 他們要一日成功嗎 要從土堆裡面拿出火燒的石頭 再立磚牆嗎 所有的這些話語都是要打擊百姓的士氣的 然後第三節 多比亞這個亞門人 站在旁邊就呼嚇說 對啊這個人做了這些牆 狐狸上去就倒了 根本就是豆腐渣工程 這個就是風一吹就倒了 根本沒用 聽到人就覺得說 這個實在是很受傷 然後接下去 當聖經描述說 第四節 我們的神啊 你垂聽 因為我們被藐視了 那這個參巴拉多比亞 這個是已經百姓 特別是尼西米在建造的時候 都是知道他是敵人 就是來阻擋的 所以這兩個人說這些不好聽的話 也不是什麼意外啊 敵人通常也不會這麼簡單啊 如果是同樣要阻擋工作 他們就聯合在一起 一來一來一多人 如果我們看第七節 參巴拉多比亞 亞拉伯人 亞門人 亞使徒人 聽見修道耶路撒冷城牆 左手進行堵塞破裂的地方 就甚發怒 那你看這個時候 這些要破壞的人越來越多了 現在這個亞使徒人就是在西邊的 他們就是在菲利士地 在耶路撒冷城西邊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把這些人 都把它看他們的位置 東 西 南 北 四方 通通被敵人包圍的 全部都是跟神的百姓對抗 然後對他們發怒 那這個時候 你看其實 百姓已經有一個共識 就說我們要把這個神的城牆完成 他們現在碰到困難 第一個對策就是禱告神 所以聽到這個 此笑嘲諷的聲音 禱告神跟神說 說神啊我們現在被藐視了 求你使他們的毀謀 跪在他們自己頭上 第四節 就是這些人在嘲笑我們的話 這些話最好都應言他們自己身上去了 這個時候你看神的百姓 他們知道最好的 抵擋防範就是禱告神 神是最好的抵擋 因為神就是我們的山寨 就是我們的磐石 就是我們的保護 神也是我們的盾牌 所以現在別人攻擊怎麼辦 祷告靠神啊 那如果神是我們的盾牌 他們所發出來的這些嘲笑的話 就反回去 應驗在他們自己身上 這句話我們要小心啊 敵人會這樣講 如果我們嘲笑別人 這個話也會回到我們自己身上來 神是不偏待人的要記住 如果今天我們是反過來是去抵擋神功 去嘲笑別人的 這些話也會應用在我們自己身上 我們要注意 所以我們得福或者是受災禍 可能都是關鍵在我們的嘴巴 因為這些敵人是看不得神的百姓好 我們知道他們是 這個作惡的是神討厭的 那我們就不能夠是這樣子的 我們今天看到神的百姓很欣妄 很祝福很受恩典 我們要高興 有一個弟兄有一個姐妹 她聽到別人 別人是見證神的恩典的時候 她很生氣啊 一個姐姐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她道理還不懂啊 因為她遭遇到很多困難 那聽到教會到教會聽見證 牽著聚會聽到見證 好多弟兄好多姐妹就 就講述他們得神恩典的這個經歷啊 那她就越聽越生氣了 奇怪了神都不愛我 就是愛他們 她聽到人家說感謝主 神恩也好多 她就內心非常不平 她就覺得神不公平 她就覺得神不公平 當然她是心裡面在講 她就是在這樣子 心裡面在這樣抱怨 跟一些同僚在這樣子分享 也就是說 當她在聽到弟兄姐妹得恩典的時候 她是在做比較 比較說 為什麼神特別愛你 為什麼神不愛我 其實神愛是一樣的 神是公平公義的 我們就要去學說 為什麼她做見這樣的人 她能夠得到神這麼多的恩典跟祝福 她的重點一定是說 我們願意信靠神 當我們有信心 真的堅持到底的時候 我們願意照神的吩咐去做 這個有時候是要等候的 在見證人 她之前受過好多苦 我們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她最後只是講結果說 這個就是神的恩典 結果變得很好 但是她在受苦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啊 她可能是就是真的 花長時間禱告 最後真的看到神是信實的 神真的是吃憐憫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每一個得恩典的人 基本上其實都是神的憐憫 也是因為我們願意信靠神到底 最後一定不會羞愧 那反過來如果我們沒有恩典呢 我們好像說 祷告沒有什麼功效 我只會碰到 處處碰到一些障礙 很多困難 我們也不能夠說 那這個就不是神的恩典 我都沒有恩典 其實後來這位姐妹 她回頭去看她所走過的路 她有許多的 好像別人看起來是很大的災難 其實是神默默的大恩典 沒有這個大恩典 她就沒辦法走下去了 所以有時候神給我們的祝福 是換一個方式呈現的 她已經在得到恩典了 但她不知道 所以她反過來覺得神都不公平 這個就是今天如果我們信仰成長的時候 我們一定不會像這些參巴 這些敵人 看到別人得恩典 我們就心裡酸酸的 就發怒然後不高興 他們就成為抵擋神的人 那你看這個神的選民 他們懂得靠神 所以最後呢 我們看第六節 我們就修造城牆 城牆就多聯絡高至一半了 因為百姓專心做工 這個就說明 當有人在此笑的時候 如果我們一直去注意人家說的話 然後去看他們 看人 我們就分心 就工作都做不下去了 但是如果緩過來 把那個心轉向耶穌 那把那個心 我們的心轉注在 我們應該完成的工作 就不會被敵人 這些嘲笑的手段破壞 我們就不會因此分心 甚至喪失信心 敵人其實就是用這個嘴巴 要破壞我們的心裡建設 他最好 他最希望看到我們分心說 那就不要做了 可是沒有 感謝主 你看這些百姓 他們都很有智慧 他們知道說 話他們在講 隨便他們講 鑽心做工就對了 結果你看很快的 城牆就聯絡起來了 表示說 本來有的破口都堵住了 城牆要有功用 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啊 你現在把它聯絡起來了 如果矮矮的那個敵人一跳就過去 不是嗎 不要說動物會跳過去 人都跳過去 所以城牆它一定要有高度的 那有高度才有可能有保護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在說 信仰的這些真理啊 我們對真理的認知啊 要有一定的高度 我們說城牆就是一個保護 就是一個界限 今天對我們來說就是神的真理 這個真理 我們一定要認識夠深 我們一定要認識得夠高 所以這個 我們自己本身喔 會越來越清楚 別人說什麼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這個城牆高度夠高 我們的根基夠深 所以我們不會在真理上妥協 那個敵人的攻擊喔 你看都有保護 就是這個城牆一定可以保護我們的 當然 你看我們今天來說 很多時候 那個 那個攻擊是從天空來的 從上面掉下來的 那如果從天空掉下來沒關係 我們躲在神 提供的那個磐石穴裡面 你也不會害怕 在神的 神就是我們磐石 祂就是我們的敵黨 所以 今天 百姓專心做工 城牆就聯繞起來 沒有破口 接下來他們要繼續建造那個高度 所以 工作還沒有完成啦 要繼續做 好啦 現在 敵人 第一招用吃笑的 用這樣子 心理 破壞你的那個心理的時候 這一招不管用 敵人也很狡猾 他們也不會這樣 就罷手啦 接下來他們 第二招 第八節 大家同謀說 要來攻擊耶路撒冷 使城內擾亂 他們現在 用嘴巴講話沒用 現在他們要實際採取行動 到城裡面 來跟你搞破壞 他們打算做什麼 你說看第十一節 我們敵人且說 趁他們不知不見 我們就進入他們中間 殺他們 使工作止住 意思是說 趁大家都沒有防備的時候 就混進去裡面 然後就殺幾個 那殺幾個 這個就恐怖了 所以 不是他們就是像恐怖分子 他就是裡面給你搞破壞 甚至給你殺害幾個人 讓大家開始恐慌 好 大家如果混進去 不知道是誰殺人的 然後大家就懷疑說 說不定是你 本來大家互相信任的 這個信任團結就沒有了 因為他是趁大家不注意的時候 他就混進來 所以他是敵人 但是混在我們當中 以為是自己人 然後殺害人 讓眾人恐懼 他的目標一樣 就是要讓他們停工 這就是敵人的策略 心理戰術不行 現在實際上動手 用恐怖分子的方式 而且還是眾人一起來的 所以他們有各種不同的人 不同長相 好 所以 這個 有時候可以裝扮 像自己人一樣 你分不出來 這些 敵人所做的這些工作 他們都是暗中計畫 準備要這樣執行 但是 這些消息 最後也是讓神的百姓了解 聽到了 第九節說 然而 我們禱告我們的神 又因他們的緣故 就派人看守 作業防備 你看 這個祷告神多重要 祷告神 你現在連敵人的計畫 要暗中破壞 做恐怖的這些措施的時候 這個神的百姓都知道 但這個祕密 如果神把它 彰顯出來 就不是祕密了 所以神真的是最好的保護 那現在碰到 敵人要破壞 還是一樣祷告 繼續祷告神 但是 接下去 我們人 要做 應該做的本分 因為他們的緣故 我們就派人看守 作業喔 日夜都警醒喔 防備喔 是因為 敵人已經說 要趁他們不知不見的時候 幫他們沒有注意的時候 我們要搞這個破壞的 因為敵人已經說了 我們會等待他們不知 然後我們會進行攻擊 我們今天 今天 說凡事要靠神 這是 這個是精神的問題 這是我們的心理問題 我們要花時間祷告 但是我們人真的要做的工作 還是要做 這個城牆要繼續建啊 還是要人扛磚頭 還是要人去把那個磚塊 把他擺起來 把那個建到一樣的高度啊 要實際上有勞力互助啦 所以我們說 祷告神不是說 坐在那邊等 神就派天使來把這個 那個牆就把它建得很高啦 很輕鬆 不會 我們還是要繼續做 所以現在知道敵人要暗中破壞 第一個 引以西米帶領百姓一起祷告 接下來 你看 他就是要派人看守 要讓所有人 你看 在做工的同時 有人專門在做所望的工作 讓他們 有人可以專心做工 那有人可以注意緩緩 這個敵人到底在搞什麼 所以這就是讓我們看到說 今天 許多人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因為 我們祷告之後 我們人要注意啊 就是要警醒啊 敵人如果來了 要吹腳通知大家 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 為什麼敵人會 他會想到 用這個方式來破壞呢 他們怎麼 他們怎麼會有機會呢 照理說 你那個城牆已經建起來了 那 可是差別就差在 那個城門 還沒有安門扇 那個城門還是可以進出的 那高度也還沒有高 還不夠高啊 所以他們也可以很容易的 就混到百姓當中來啊 其實在第四章的第十一節 這裡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就是 猶大人說 灰土上多 扛臺的人力 扛臺的人的氣力已經衰敗 所以我們不能夠建造城牆 你看他這裡特別提到說 這個扛臺的人 灰土 這個其實就是 嘎比奇 就是那個 專門在清這些廢墟的 清垃圾的人 所以他們說 有很多污垃圾 所以有很多污垃圾 要重建 你就是那個 倒掉的要把它清除 把它扛走 然後再把那個磚塊拿來把它擺好 所以要先有清理的工作在先 才有辦法建新的 那現在扛垃圾 要清東西啊 這個是很挖體力的 不會有很多人喜歡做這個工作 今天很多人喜歡站在台前 動嘴巴的容易啦 要真的動手的 喔喔這個就辛苦啦 如果動手的 又是做那些悲賤的工作 人更少 不然你看我們今天如果在清掃廁所 要倒垃圾 要反正做一些 看起來就是很髒 不高雅的工作 沒有很多人喜歡的啦 那百姓他們那時候 就碰到這個問題 人力短缺啊 工作一直進行的時候 表示費須一直清出來很多 這個東西都要扛走 要有人來扛啊 他們已經扛到沒力氣了說 現在是做不下去了 他們說我們已經不能夠建造了 他們覺得說沒有人可以繼續幫助 那就先停再說吧 這個其實就說明 在百姓當中這個工作的分配 所以有人已經負荷到不行了 出現一個破口 這個人就那麼多 力氣就那麼多 所以現在工作增加了 一定要增加人力啊 那所以 這兩個方式可以解決 第一個 你就增加扛台的人 那如果 還是沒有人呢 你就是要讓這個 本來在扛的人 他重新恢復力氣 他如果 力氣得到了 他重新得力 他就有幫我做下去了 他要怎麼樣 讓這個本來很 已經很衰敗的人 重新得到力量 這個時候 鼓舞士氣就很重要了 所以當 應該當我們有些人 在工作的時候 覺得很灰心 好像很失望的時候 一定要幫助他 讓他提升起那個士氣 讓他重新看到希望 重新得力 那這個就是 今天在做教會帶領的工作 很重要的是要鼓舞士氣 要鼓舞弟兄姐妹 要能夠 不灰心 得到力量 靠神得力 繼續做工 那同時呢 應該因為 有一些人已經 覺得說 不要 要停了 不要做了 這個時候就很容易 讓敵人有機可乘 因為這個不平的聲音 很容易 也會傳到敵人的耳中 這些人可能就會被吸收了 請問敵人要怎樣 混到百姓當中去啊 如果這些敵人 他們假好心說 我們來幫助你 那這些抗台人說 好啊 你來幫助很好 請你來 他們如果又跟你說 我免費的 我來提供幫助你 那不是更好的嗎 那人更多 但是就是把這個強盜 誰把他引到家裡面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破口 有可能被敵人利用的 尼西米他很有智慧的 他看到敵人的這個軌跡 那他也很留意 百姓當中所發生的這個怨言 不平衡的聲音 那這個時候 你看他就 採取一些措施 把敵人所要 找這個破口把他堵住 他現在鼓勵大家 因為敵人已經說 要趁機殺害 而且第十二節說 那靠近敵人居住的猶大人 是從各處來見我們說 你們必要回到我們這裡 靠近敵人居住的那些人 就是在邊境的地方 那如果現在來說 這個就是在跟敵人對抗的時候 最前線 那這些人 那這些人 他們被敵人攻擊的機會最高 那其實敵人已經 開始採取行動了 他們就去騷擾邊境 所以這個在前線邊境的這些 有段十次從各處傳來說 趕快來幫助我們 好 那這些本來在城牆工作人 現在一被護照 就停工趕快回去救了 所以這個就是敵人他們現在要破壞 他從邊境跟你騷擾 讓你覺得害怕 那結果就把這些人力 從工作場所把他調回來 那這個時候 你看 對這個 建造的工程是一個大阻礙 那怎麼辦呢 我們如果看第十三節 所以我就使百姓個案宗族拿刀 拿槍 拿弓 站在城牆後邊 第一挖的空處 三十一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當這些猶大人他們有危險 他們在要求幫助的時候 其實 真的是大家的幫助就來了 他們就 站在那邊去幫助他們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 百姓本来就是一体的 哪里有需要 大家都去帮助 但是如果你到处给你点火 你就拼一奔命 你就救不了 所以接下去怎么办 你看尼西米他就把所有人 把他装备起来 你看把百姓武装起来 让他说各百姓 按宗族拿到拿墙拿武器 以家族为单位 每一个家庭都把它装备 大家手上都有武器 那每一个家庭 为自己的这个去防范 所以第十四节他说 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奏官长跟其人说 不要怕他们 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 这个就是尼西米的第三个对策 鼓励信心 勇敢靠神 要让大家共同信靠神说 今天我们要为弟兄儿女 为我们的家 为我们这个国征战 那神就是我们的帮助 不要害怕 真的要敬畏的是我们的主 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鼓励信心 信靠神很重要的 我们看诗篇二十七篇 诗篇二十七篇 二十七篇看第一节 二十七篇第一节 主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主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特别提到说 神就是我的性命保障 那他就是我的拯救 不用害怕 如果我们看第三节 虽有军兵安宁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 我必能救安稳 看第五节 因为我遭遇犯难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庭子里 把我藏在他藏幕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第六节 现在我得以昂首 高过世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藏幕里 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主 你看这是大卫的诗歌 因为他特别强调说 神就是我们的倚靠 我们的力量 虽然有军兵 兴兵攻击我 都不用害怕的 神暗暗保守我们 祂要把我们放在 祂藏幕的隐秘处 在祂的翅膀底下 这就是 你看尼西米 你看他懂得用 神的这个 倚靠神的这个信心 来帮助大家 放心不要害怕 其实仇敌 他真的 他真的敢去攻击百姓吗 其实他们不敢 因为 尼西米是 有王授权的省长 他建造城墙 这是有王的命令的 他手上有 至少三封王的 那个少数 敌人根本没有办法 明目张胆来攻击他的 他能做的就是 暗暗地骚扰而已 但是 这个就是最经济 最省钱的方法 那就不要跟你正面冲击 他就从暗中给你破坏啊 那如果没有小心的话 就被他骗了 所以可能就停工了 可是其实 敌人也在看啊 所以你看那个会设计人 他就设了一个计谋在那边 就看对方怎么反应 傻傻人就跳进去 就中计了 然后接下去 事情就发生了 但是聪明人就不会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尼西米他的祷告当中 神就给他智慧啊 他的信心从哪里来 从祷告来的 智慧从祷告来的 百姓和同心从祷告来的 结果你看他有智慧 看透敌人的这个诡计之后 接下去发生什么事 你如果看第15节 仇敌听见我们知道 他们的心意 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 就不来了 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 各做各的功 其实敌人这个计谋 神把他显露出来之后 你看他又靠神 真的有信心 用对的方式去对应 没有问题的 敌人自然而退啊 他们知道说 神破坏他们的计谋 其实他们一开始就知道 这是神的工作 尼西米已经讲了 神的手帮助我 所以把我带回来 神又感动 往印尼来帮助建造城墙的工作 这些敌人 一开始就知道说 这个就是神派来攻人 他们实际上是 明明地要跟神对抗的 当然他们一定是先攻击 这些工人嘛 现在他们发现不行 所以不要了 换另外一招 其实敌人的手段还有很多 我们如果看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你就会看到 一招一招一直来啊 那这个时候 这一招没用 所以百姓坚守纲位 各自做各自的工 大家真的都是 尽该尽的本分 你是哪一段要做的继续做完 要做到固定的高度 好 我们看第十六节 从那日起 我的仆人一半做工 一半拿枪 拿盾牌拿弓 穿铠甲 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 这里特别提到是尼西米的仆人 这个建造成长的工作 尼西米他的家人 他的仆人全部都参与下去了 他做成长的 他有许多的仆人 他们不是说这是你们的 我们他们吃了快乐 做他们自己的 想他们的福 没有 他的仆人一样下去工作 现在他把他的仆人分两半 一半做工 一半拿兵器 抵挡 那表示他把他的仆人 把他组织分工 有人做工 有人做警戒的工作 那他说官长站在百姓的后边 也就是说官长在后面支持他们的 那也当然也在指导 就说应该做什么 要协调 反正让这个工程可以继续做下去 第十七节 接下去 他说修造成长的这个工人 跟糖材料的 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的 因为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表示说你做工的手 也是征战的手 你这只手 是可以拿眼锹 可以拿工具 也可以拿武器 就是说工作要做 征战也要面对 那我们如果要让工作 持续继续进行 我们一定要懂得征战 一定需要有武器在身 不可以离手 所以这个在说明 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工作 我们要随时篡戴军装了 我们要懂得运用 神所给我们的武器 所以这个不是所谓的 专业的 做神的工 没有所谓专业的问题 没有说 这个就是专业 这个人就是指挥着这个 这个工作就是这个人 才可以做 这样的人才可以做 不是 每一个人 一手拿兵器 一手做工 我们今天 每一个都是神的剑兵 每一个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领受不同的恩赐 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做工 可以同时征战 那我们今天手上手拿的武器 如果是盾牌的 拿好 如果是拿的是刀枪的 每一个人都要手上拿武器的 每一个人都要手上拿武器的 但是这个说明今天做工 要能够胜过抵挡 要能够持续到底 试破敌人的诡计 这个是最重要的精神 我们读以无所书第六章 这是我们常常在背的经文 要穿戴神所赐全户的军装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征战的对象 这些敌人是属灵的 所以现在这个军装是属灵的 这个武器是属灵的武器 那个一个攻击的武器是什么 就是第十八节说的 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这个叫做圣灵的宝剑 在第十七节 然后我们现在要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而且要警醒不见 为圣徒祈求 这在说明我们要警醒谨慎 而且要殷勤做工 因为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那第十九节说 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 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因为现在要去争取的是人的灵魂 要赢得人的灵魂不是用人的口才 用人的理论 而是用福音的奥秘 是神的道理 所以因为懂得倚靠圣灵被圣灵充满 我们就会懂得用用神的道 那是神的道就像两人的利剑 就能够赤字伦的心 那这个时候才有办法赢得人的灵魂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都要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 那我们随时都是警醒谨守的 而且我们都是联络在一起的 互相支援 就好像看回来第四章 尼西米记第四章 第十九节 我对贵座官长其人说 这个功臣浩道 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 第二十节 你们听见绞声在哪里 就继续到我们那里去 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 二十一 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 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看他们相聚很远 要怎么聚在一起 有危险 吹号角 召集 他说 你如果听到脚声 赶快聚到我们那边去 好聚到那边去 好现在敌人要打仗 请问是谁打 他接下来说 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 真正的是神在打仗的 但是百姓要聚在一起啊 你不能说 就神在打仗就好 那我去干什么 没有必要啊 我在这里 脚声 反正神会我们打仗 不是吧 他说听到脚声的时候 要聚在一起 这就是互相支援 团结 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是孤单的 当敌人攻击的时候 我们有其他的同伴 我们有弟兄姐妹 在一起跟我们支援 但是真正打仗的是神 那神要不要跟我们征战 就看我们有没有聚在一起 因为神看着说 我们今天有没有团结 有没有同心 那接下去神就为我们征战 而且你看 他们每一个人都警醒 而且殷勤 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所以他们做工 不是说时间到了打卡下班 平安再见 神的工作 没有说时间几点到几点的 是你看 从 应该是说 日出而做 但是日落不息 你会开始从天亮直到天亮 没有 天亮的还是继续工作 没有说天亮的就休息了 没有啊 一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这个就是当时候百姓他们做工的精神 又是这么警醒 难怪他们最后用五十二天就把这个浩大的工程把它完成了 让我们都能够效法他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榜样 让我们凡事懂得靠神 试破魔鬼的诡计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警醒防范 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相助 让我们都信靠神 因为神是为我们征战的主 让我们应勤做工 直到神的这个美好的善工完成为止 一起来上诗 一百七十七首